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非常的期待 今天很早的就来了 这个是我们的前菜 看到这上面我一开始会以为它只是有一个扇贝在上面 但是你看上面有鱼子酱 然后一层扇贝 一层萝卜 然后下面是三文鱼 看起来就活灵活现的感觉 它做的这么精细我都不好意思这样一口一口吃进去 它整个吃地就感觉非常有层次感 有的那个海鲜的那种嫩的感觉 然后还有萝卜的脆在里的吃下也非常鲜 那个扇贝的那个汁 原来的那个汁 配着他们自己的这个酱 就感觉很鲜 我要把这口汤喝掉 现在吃我们的鱿鱼仔 最喜欢的鱿鱼鱼 墨鱼仔 哦 墨鱼仔 好劲道 然后又感觉好脆脆的 好吃吗 好吃 火锅应该是类似于香菇的 然后配着鸡肉的馅 就像这个 像这个墨鱼仔 有了一点地气的感觉 味道的 smell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才师傅就撒着盐和胡椒 这种简简单单 刚才我尝了一口 它就是 那种 刚刚好的感觉 牛肉又非常的嫩 但是又不会分牙 就很新鲜 我觉得我已经去大人 牛的身体里面 转一圈的那种感觉 它现在上面放的小葱 刚才师傅就在那里 随便用了几个调料 就把这个牛肉的香味 感觉就激发出来了 一块新鲜的鱼鱼 刚才师傅在这个鱼上面 就只撒了盐和胡椒 然后他们额外做了一下 青酱 配在一起 真的是吃到鱼的鲜的感觉 没想到我们好一道隐藏的菜 香煎鸭干 化在嘴里面了 化在嘴里面了 它好像 它里面软软的嫩 就是 以上下额 阴阴压 它就会化掉那种 但是它里面有一层脆脆的皮 好香 我觉得它可以当我这边甜甜 我们都已经知道 餐厅都没有人了 但我终于等到 我喜欢的铜锣烧 创意版铜锣烧 这个里面的奶油 虽然是那种甜味的奶油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不仅尝到了 极具匠心的日式料理和铁板商 餐厅还赠送了现实隐藏菜单 就是那外焦里嫩肥美 流油入口即化的鲜鹅干 没想到 鹅干带来的极致味觉享受 竟不是在法餐 而是在这家高级日式铁板商 我们一定会再来打卡的 下次来尝尝他们的明星菜单的和牛吧